每年的农历春节到清明期间都是野生剑虾的产季 不过近年来却被发现数量越来越少 中山大学教授陈梦仙研究剑虾20多年了 他发现本来在高雄常见的剑虾 栖息地已经北迁55.5公里 来到彰化王宫 也首度证实温度升高迫使得虾类迁徙 这项研究也登上国际期刊 为了了解海温上升对剑虾的影响 台式团队跟着教授登上新海岩三号 在台湾西部沿海寻找剑虾的踪影 美味的剑虾成了餐桌上的稀客 为了解开剑虾消失的谜团 我们登上海洋研究船 新海岩三号航向大海 以前在比如说我们在家定 抓上来的大部分都是剑虾 然后奇怪怎么抓抓抓到最后 就是记录到最后就变成不剑了 而我们要寻找的 就是俗称剑虾的长脚仿对虾 也叫做哈式仿对虾 特色是头上有根又尖又长的额角 甲壳厚又坚硬 每年的11月到隔年5月是剩余期 但碰上炎热的7月 有机会找到吗 可以看到这个表层的温度 有到31度30度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跟昨天我们看到的现象不一样 不是这样从头到尾都是均匀的 所以它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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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降温 所以它在底部的 我们抵托底部的温度 目前大概22度 这趟航次里首次低于摄氏26度 环境条件适合剑虾生存 但在民地揭校前却状况连连 拉不了拉不了太重了 太重了太重了 人力无法操作了 吊车出动 那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这么大 没见过第一次 天哪 因为它那个极皮动物 它那个枝脚很多 全部打在网子上 而就在陈许森和其他人 要等落网袋里的生物时 意外发生了 这小伤口 刚被割到 刺到 这很常发生 对 就是说在看袋子的时候 没有伤口 就看到你以前的伤口 这还好一点 还好 要包扫一下 不用 经过半小时 换上新的抵托网后 大家重回岗位 正当以为又一无所获时 传出了好消息 我们这一路走来 都因为那个水温很高 都没有找到 26度以下的区地 那这里的水深是70公尺 那70公尺的水深 它目前测到的 就从表层是31 然后到了70公尺水深的地方 它总共已经目前是22度 所以我们很幸运 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因子 在这一趟航次之前 陈梦仙就已经发现 剑虾七地出现变化 根据研究 2002年至2003年 在高雄陵园的长脚坊对虾的数量 占了总虾种的2% 在高雄且定有3% 但16年过去 长脚坊对虾的分布 也出现变化 七地退缩到台南七谷 和彰化王宫 往北退0.5度纬度 约55.5公里 2023年更发现 因为海水升温 剑虾为了生存 往更深的海域移动 这次有做了比较深水域的一个采样 就是我们想知道说 它会不会往比较深的地方跑 因为比较深的地方 水会比较亮 所以我们这次有 比较深的地方采样 所以我们在彭湖水道的 北边跟彭湖水道里面 其实我们都还是有采到 比较多量的这个长脚坊对虾 在2023年7月航次里 底层水温最高摄氏29.8度 最低摄氏21.03度 但即便找到了长脚坊对虾 数量也大不如前 2020年7月时 在台西侧站捕捞到217只 对比2023年7月 台西侧站采集到的141只 数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透过一笔笔数据 一趟又一趟的航程 这些海洋守护者 见证台湾的海洋生态更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